各位好 今天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何来使用这个Mac系统 它自带的这个影音剪辑软件 iMovie 这个iMovie呢 是Mac系统 它自带的免费的一个影音剪辑软件 非常的好用 也很容易上手 然后呢 我今天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启动台 这个五角星就是这个iMovie 我们点开它 好 现在呢 弹出了这个iMovie的一个操作的界面 我把它放大 它这个界面呢 分成几个部分 我先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左边呢 左边这一栏呢 主要是这个叫iMovie的一个剪辑资源库 就是说我们要剪辑iMovie的时候 这个里面就是有所有的视频 都是在这个资源库里面 就是这个资源库 中间这个呢 是浏览器 就是我们把视频拖来到这个区域 它的这个区域呢 会有一个很缩小的一个可以预览的这么一个界面 然后右边这个黑框呢 是监视器 就是我们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边播放边剪辑嘛 对吧 这边呢 就是我们播放的一个监视器的一个窗口 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的这个整个的情况 然后最关键的呢 就是这个下面这一个长条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视频剪辑的区域 叫时间线 我们把这个视频从这个上面拖在到下面这个时间线里面来 然后就可以进行操作 我们的操作呢 就是像剪辑 给它加音乐 给它加字幕等等 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iMovie呢 它没有这个打马赛克的功能 所以说 如果说你的视频有需要打马赛克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用这个苹果它自己的一个软件 叫那个final cut pro 但那个软件呢 是需要付费的 它是可以来加马赛克的 可以来打马 在这个视频或者图片上 然后呢 在这个浏览区域的上方 有一些菜单 这个呢 就是我的媒体 它就是我当前要剪辑的视频 这个呢 是音频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呢 可以选一些音乐 你看我这里头现在有一些现成的音乐 这些音乐呢 都是没有版权的 是免费的 比如这个 我可以播放一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音乐可以给加到我们在下面时间线上的这个视频的片段上面 待会呢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加字幕 它这里面呢 有各种字幕 你都可以进行选择 你看我选一个字幕以后 它就会在这个右边这个监视器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显示 因为它这个字幕的样式呢 非常多 有渐变式的 还有这种不同的格式 不同的变换 都有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你可以来选择一个 然后呢 你把这个字幕 给拖到下面这个时间线上来就可以了 待会咱们都来试一下 还有一个是背景 背景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视频 你可以给它加这个滤镜 比如说给它加一些颜色 配色 让这个视频呢 有怀旧感等等吧 来配合你的这个视频剪辑的需要 转场呢 就是说 在每一个视频片段这个中间 你为了不让它就是有一种生硬的转换 你可以在里面呢 给它加一些适当的一些转场的一些画面 这样的话呢 让它这个视频的切换更自然 这是它的一些基本功能 右边这块呢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 在下面这个剪辑视频的时候 它有一些这个编辑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像一些色彩矫正 还有一些颜色的平衡 还有裁剪 还有防抖动 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 我用手机拍的可能比较抖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 把这个抖动这个幅度给它减小 这里面还有很多了 这个呢 到时候后续根据需要 我再给大家逐步的介绍 今天呢 只是这个爱慕位的一个初步的介绍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实地的来做一个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实际的编辑一个视频 现在呢 我就是我要把这个视频 放到这个爱慕位的这个操作界面里面来 有几种方法 一个呢 我用这个导入媒体 我点击它一下 然后我选择那个我视频存储的路径 比如说在桌面上 然后呢 我选择这个视频 然后选择导入所选项 这个时候呢 它就导到我这里面来了 同时呢 我在右边这个监制器里面 我能看到它放大的图像 然后在监制器里呢 这个是播放 暂停 然后呢 我可以给它放全屏 现在是全屏 然后呢 按ESA键 它又恢复成原始状态 现在呢 这是浏览器 它是一个视频的缩裂图形式来展现出来的 好 这个呢 是一种导入方式 然后我先把它删掉 将媒体从实践中删除 选这个 选择删除 好 就没了 但是这个删除呢 它实际上只是在爱慕位里给删除了 你的视频的原文件它是不会删除的 这个大家要放心 好 那现在呢 刚才是一种导入方式了 现在另外一种导入方式是什么呢 我点中这个视频 我直接就把它拖在到我的时间线上来 松手 它也过来了 所以说这两种方式呢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左边这一栏 这个呢 刚才是剪辑资源库 这个刚才我介绍了 它是我们所有的视频相关的片段 包括音频都在这个资源库里面 然后呢 我在这个资源库这块呢 我点右键 它可以新建实践 这个实践是什么呢 实践就是说 因为我资源库存了各种各样的视频 它呢 这个实践呢 它就可以对这些视频来进行分类 把我不同类别的视频放在一个子文件夹里面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作为我来讲呢 其实我很少就是这么规矩的来使用 我一般都是从桌面上直接就把这个视频拖在到这个界面里面来 直接进行编辑 编辑完以后呢 我会把这个视频的这个文件存到我的移动硬盘上 我是不会存到我这个电脑上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怎么来编辑视频 现在呢 你看这个视频片段吧 我这个片段呢 它这有一个显示是15分5秒 是这么长的一段视频 因为它现在呢 它就给你浓缩成这一小块了 但是我们要编辑的时候呢 可能得需要把这个视频给它拉长 拉长了以后 我们才能编辑细节 怎么拉长呢 我们用鼠标左键来点中这个方块 然后用这个苹果电脑的这个鼠标板 在鼠标板两个手指往外一扩 这样的话它就被拉长了 拉长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编辑这里边的每一个小片段了 这样的话就会更细致 然后呢 我现在在中间这个白线 跟着我这个鼠标走的这个白线 这个白线呢 就是它的一个播放线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跟着这个视频走 然后我一按空格 它就会停住 会停在我想编辑的地方 比如说我想把这一段给它裁剪掉 我应该怎么操作呢 首先我这个线停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我按 Command B组合键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视频的这段给裁剪 然后我再用这个鼠标拖着这个线 到另外一头 同样还是按 Command B Command B就是视频的这个裁剪的键 这个时候一手一尾 我都给裁剪了 比如说我点击一下这个被裁剪的片段 然后我选择删除 按删除键 这个视频就被删掉了 就这一段视频就被删掉了 后面的视频就会自动的追到前一段视频上来 这样一个视频剪辑的动作就完成了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们怎么来为这段视频加音乐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点上面这个音频 然后在音频里呢 我们随便选一个音乐 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吧 我们用鼠标左键点中它 然后把它拖拽到下面的这个视频区域 松手 这个时候它就会在视频的下方 会有一个音轨来显示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音乐的声音有点大 我可以把音乐声音给调小 在这个音轨的中央有一条线 我拿鼠标点一下 然后往下拉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整体音量就变小了 现在呢这个音轨这个加完了 那我们怎么来加字幕呢 我再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我们选中上面这个字幕 然后呢在里面随便选一个字幕的模式 比如说我在这个视频的下方来显示字幕 我点中这个字幕框 我把它直接拖在到下面这个视频区域 在这个视频的上方 松手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在我这个视频这个区域 会有一个字幕的显示 然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字幕给它拉长 比如说我让它在这两段里面来显示 就可以了 然后我点中这个字幕 这个时候它就会在这个右边这个监视区域里面 会有这个字幕的显示 我可以在这里面来输入我想输入的文字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随便输入一个 其实实在应该按照我这个视频里面这个说话声音来输入 这块我就随便输入几个字吧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输入视频效果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这有一个是这个字幕持续的时间是39.1秒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针头给调到最初始 然后我们播放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字幕就出现在了这个视频下方 它会一直延续到这个字幕的这个片段的结尾 然后就会消失了 大家看到了吧 已经消失了 在这片区域没有字幕的显示了 同时呢我们肯定还会有其他一些需求 好这个呢是加字幕 另外我们如何加背景呢 我们点背景 比如说我们想给这个视频画面来加一些背景 加一些像海洋吧 在水下的这个光的颜色 我们放在这个区域 然后呢这个呢同样也是可以来拉伸的 我们可以左右拉伸 好 然后当这个播放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个背景 是一个水下的背景 当然了有这个背景以后呢 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的原始视频文件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点击这个背景 然后呢在这个 右上方这个监视器的上面 有这么一个两个小方块这么一个图标 我们来点击它 这个时候在下方呢会出现一些配置栏 这边有一个叫不透明度 现在呢是完全的不透明 我们把这个呢给它拖拽一下 让它变得透明一些 哎有一点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播放试一下 然后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种效果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转场 这个转场就是在不同的视频片段这个之间 来一个自然的一种切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比如说它这有不同的这个转场的模式 比如说开门的模式 我们就选择这个开门模式吧 试一下 同样我还是按住这个方块 然后把它拖拽到我下边 两个视频片段的中间 然后我松手 这个时候在这两个视频之间 它做切换的时候 它就有转场的效果了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右上角的监视器 哎就是这种效果 好假如说呢 我们这个剪辑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怎么来输出视频呢 在这个界面的右上角 有这么一个图标 叫共享 我们点击它 这个时候它会弹出 你要共享到哪里去 我们选择这个最后一个文件 然后在文件里头呢 这个格式这块是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 把当前的视频文件的视频和音频 一起来导出 就是导出成一个文件 你也可以光导出 这个音频文件 就是紧音频 就是它会给你导成这个MP3格式的 这个视频和音频格式呢 它会给你导成MP4格式 我就给它导成MP4格式就可以了 我可以选择它 然后呢 这个分辨率你也是可以选择的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分辨率 我就用这个1080P和60的 这个质量呢 你也是可以选择的 高中低最佳都可以 反正你要是最好的话 它的那个肯定站的存在空间也会最大 这些呢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你来调整 另外这个压缩这块呢 我一般选择的是较快 你也可以选择较好质量 那可能这个压缩的时间就要长一些 然后我们就点下一步 这个时候它就会问你 这个影片我存在什么位置 然后呢 你可以来设置一扇目录 点击存储 就可以来导出视频了 具体这个导出的方法就是这样 我就不再给大家来实际的来演示了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就可以 好 那今天呢 这个爱慕妹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视频剪辑的讲解 我就介绍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好 谢谢大家